又见乌鸦喝水 小朋友,你听说过乌鸦喝水的故事吗? 故事里的小乌鸦因喝不到小瓶子的水, 于是将小石头丢进瓶里, 将水位升高并喝到了里面的水。 不久,乌鸦喝水的事情就传开了, 小动物们都称赞乌鸦的聪明。 一开始,乌鸦心里很高兴, 但是赞美多了, 渐渐地乌鸦开始骄傲起来, 也觉得自己聪明无比, 到处夸耀自己的这个本事。 又是一个太阳高照的夏季, 火辣辣的太阳照在大地上。 这么热的天一定要找点水喝才行。 于是乌鸦飞呀飞到处找水喝。 要是再能遇到有水的瓶子, 那就好了。 可惜飞了半天, 乌鸦还是没有找到水源。 它垂头丧气地飞到了一棵大树上, 想借着树荫凉快凉快。 乌鸦我发现前面有一口井, 但是井水太深了, 我根本喝不到, 你有办法吗? 这有什么难的, 难道你忘记了我的本事了吗? 那我们走吧。 那我们走吧。 哟,可真深呀。 乌鸦,你有办法吗? 你等着,我来想办法。 于是,乌鸦便像上次喝水一样, 掉了一颗颗的小石头, 往井里丢去。 一颗,两颗,三颗, 丢了十几颗下去了, 可是井水一点儿也没有上升。 乌鸦开始着急了, 它心想, 怎么井水一点儿都没有升起来? 这个时候, 小喜却不耐烦了, 它对乌鸦说, 乌鸦,我先回去了。 乌鸦还是不停地叼来小石头, 一颗一颗地往里丢。 第二天, 当喜鹊来找乌鸦的时候, 发现井边洒落了许多的小石子。 可惜的是, 乌鸦已经累死在井边, 而井水还是原封不动地躺在井底, 没有丝毫的变化。